谁说上海没有山 上海不仅有海拔高达100.8米的蛇山 市区里还有座醉牛山景包 两栋高楼间竟然还夹着一个巨大的假山 不过仔细一看 垂口中间还有窗户跟阳台 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看这座假山下面的一层楼 就好像一个山洞 还有人不停地在这里穿行 进到假山里面别有洞天 没有山壁岩壁 就是一栋高15层楼的大楼 还有天井做采光 跟外面看到的完全是两个世界 这里位于上海普陀区长寿路上 临近虹桥机场 这栋假山建筑是柱山混合大楼 社区在2004年就已经盖好 临近上海地铁7号线跟13号线 交通十分便利 不过因为特殊造型 也被当地人戏称是山景房 我们间也一直有长寿路上一座山 等于寿比南山的说法 外船之所以会盖假山楼 是因为当地风水问题 建商才会这样设计 假山楼采用钢筋结构 外层则是人造石包覆做造型 物业还会定期帮假山上漆加固 避免阻害 还曾经吸引攀岩社团 想在这里办活动 假山下面的三楼 有3000平米的商铺带出租 原来是做精锐教育 倒闭的原因大家都懂的 随着假山楼名气越来越大 许多人都会来打卡拍照 房租也水涨船高 开得底下店铺都开不久 也算是受到盛民所累的后遗症 东西新闻大陆中心 终合报导